她一直就是在做一些 對人民對社會風險的一些事情 我想知道你們到底要什麼 感謝這一段精采的分享 我也很疼惜我的老婆跟小孩 我是立委我非常抱負的 那個小女孩的事情我去理解一下 那跟我去 她真的演立委還蠻像立委的 自己的想法如何呢 雖然這次的選舉很 選舉 這每次都最難講 氣死了 這不用錄了 一直講專話 印象對深刻其實也就是 你要怎麼打手槍 車子裡面打手槍那場戲 幹嘛 沒開到穿褲子啊 真的就是想像自己在打 你要反覆的去跟楊潔說 這個社會是怎麼樣 不要害怕改變 我們不要怕改變嘛 必須要邊打手槍邊做情緒 邊跟她講這個事情 你一定要習慣 不習慣 你會很難過的 我沒騙你 我不敢太 用權力去對她 她也很好笑 然後說 如果今天你這次不摸的話 以後沒有機會摸了 我反而覺得 蛤 我幫你故意那麼多戀愛 是假的 蛤蛤蛤 她還記得我都有點忘記 我希望她可以放開一點 好那你說的我就 來吧 來吧